如果Ali获得到这个球 我去 这球给解禁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熊 咱们今天来继续看赛大师 这是哪一年的比赛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抱一下 看画面也像是大师赛 这一杆开头 塞比凭借一杆进攻 连攻待防 坐上了斯洛克 卡特 想要两颗截球 看一下这一杆能不能成功 这球主要是怕给他自由球 有自由球吗 没判 塞比有点惊讶 起来看一下 因为这球一旦自由球 可以直接上手 好球好球好球 白球 惊险 嘿 又可以坐上 这个有点韵解 这球 漏球的几率就更大了 因为一旦解不到 是勾到左侧中大的带脚 或者摔带 卡特尔就不用多介绍了 呃 霍拉斯的运用背景地 两次世锦赛亚军 都是苏格的火箭 大比分 很可惜 继续啊 两库勾球的相当很实用 大家可以多尝试 多练一下 这一个是要露球了 领先44分 这个局面抓住机会 拿下的概率很大 哎 我去 塞比居然没打 这有点欺负人啊 我去卡特来脾气了 再看一下 接着真准大力出奇迹 这一招大家可以学 刚才那球 卡特肯定是带情绪的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打 你不存欺负人吗 真是啊 啊 机长这个狠跤一上来 然后赛这回心里有点不爽 这一球没打 真是不应该啊 这球等啥呢 这脚刚才的角度 可能我上去需要 考虑重摆一下 赛的是太球稳了 现在机会给了卡特 看看能不能抓住啊 哎呀 哎呀 这么说吧 机会给了卡特了 但是没抓住也没用啊 直接开球 漂亮死啦 这球 做的铁 完美的效果 这球显功力啊 再看一下 干法力量线路 结合的相当完美 把这两颗红球打完就完胜 这球走少了 这球 他会需要好准备打到 黄球打得稍微有点厚 走的有点些少 这是超分的红球啊 能准进就超分 准备打的 对 对 真强 看看啊 赛大师刚才不打还是有原因的 手里有东西 抄挺多了 但是大家别眨眼 精彩才刚刚开始 随着这一杆白球的摔带 卡特的反攻局开始 先来一看 现在超了多少分 台面27分 56 超了 6分啊 6分 选择打击 米球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 可以继续往粉球后面掌 卡特做了一杆回来 看一下再有没有机会 这一杆 咖啡球继续往粉球后面掌 能不能贴住了 漂亮 这球还能下榨干啊 哇哦 不可思议啊 分数够了 真是少见赛比连续解球两杆没解到 解球没在先 看一下 黑球是关键球 这球需要一个好的粉球角度 没问题 角度稍大了一点 可以选择 高盖一裤 一到两裤 两个位置 这就要被逆转了 赛比伤心死了 太强势了 可能会有3-4裤 这里 最好想做是 把黑球放在一个角度 或是一个角度 把黑球的位置 重复在红色的位置 这看起来挺好 哇 漂亮必须死 手摆位手摆位 强 机长真强 哎呀我去 塞大师又输了 哎呀 惨不忍睹了这一局 操这么多兵力转 教科书教科书 机长威武